2015年世界女子短板职业冲浪赛 昨天在海南万宁日月湾落下帷幕 最终美国选手马哈纳获得了冠军 本次比赛是万宁国际冲浪赛季的收官赛 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名世界顶尖的女子短板冲浪选手 参加了此次比赛 前36名将赴美国参加最终的总决赛 经过6天的激烈争夺 最终来自美国夏威夷的马哈纳积压群方获得了冠军 新西兰的哈勃多德亚军 同时中国选手也获得了一张参加在美国总决赛的入场券